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为您独家录制的武侠小说《龙蛇演绎》 作者 梦露神机 郭家 周弘扬 第102集 夜晚黑暗降临 透过窗户望去 万家灯火 王超在宾馆之中却没有心情看着窗外的灯火阑珊 也没有兴趣去逛一逛首都的街道 而是随意的坐在床上陷入了沉思 这半天的时间他一连战败了五位高手 可心中却没有半点喜悦 而是翻涌出对未来的深深担忧 这些高手都有着很不简单的身份 不是中央警卫教官 就是武警总部教官 还有什么特警教官 外国教官 这一架是扫了他们的面子的 虽说没打死人 但是终究是结下了冤仇 以这些人的身份将来在暗中使绊子也不好说 哎 还真是麻烦 但是骑虎南下总不成因为怕事 顾忌他们的身份 就让他们把我打败了 细细算来我结的愁也不少啊 赵军的太子党 张威的师兄 徐振也选柳生情子柳生水明 公本板身和日本武术界也结了愁 又打死了段国超和少林又结了愁 今天又打败了这么多京城之中有地位的高手 结下的愁也是不小 这国内的愁国外的愁 算起来还真是一团乱麻呀 王超随后又是叹了口气 眼睛便瞟到了床边的那口骨剑 哎 还有那个莫名其妙的江海 不过他既然放出话来 说三年之后取剑 肯定现在是去磨练了 然后就会找我来报仇啊 王超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这双手已经染了很多条人命 但是其中的每一条都不是自己动了杀心必须要杀的 而是每一次都是逼不得已身不由己 这不杀人 人就要杀己 俗话说 债多不愁还 狮子多了不愁咬 王超索性也懒得去理会那些恩怨情仇 反正他自从出道以来得罪的人太多了 他回想起和陈天雷应拼垂尽的时候 那一股作气 施展炮锤 突然领悟到的真真假假的药具 海里练功 身形灵动 有水当无水 陆地打拳 身形沉稳 无水当有水 又回想起宋安然施展出来的雄鹰和形 雄是最笨重的 又是最沉重的动物 而鸟却是最为清零的动物 这一静一动 养生的道理好像尽在其中 身要轻 亦要沉 雄精鸟身 可以长生 王超站起身来 空捏锤 全身松软 脸上的表情 下身丹田阴部 都轻松无比 慢悠悠的便打起了太极架子 行李架子 八卦架子 这三派的架子 它是信手拈来 毫无章法 没有一点威猛的意境 就如同公园里的老太太玩太极操一样 但是 这种武术在王超慢悠悠打出来的时候 却有了一股异样的软棉质感 渐渐的捂着捂着 四周的空气好像都变成了流动的海水 异常强大的压力 紧紧的裹住他的全身上下 每一寸皮肤 每一寸毛孔 使他完全喘不过气来 绝天人 天人之在拱中寻 突然 王超脑袋中 上过全经中这样一句话 这天人指的是呼吸 人和天地交合 最明显的便是每一次的呼吸 拱在全经之中术语中指的是运动 这句全经的意思 就是说在练拳的时候 要小心翼翼 断绝呼吸 然后随着太极架子施展 在运动中寻找呼吸 王超的双手 每划一个圆拳 浑身就随着手势 一掌一缩 一开一臂 就好像口鼻呼吸一样 一拳劈出 全身毛孔一松一张 此刻王超全身皮肤发红 似乎是血都要从毛孔中喷射出来 忽然 王超一收拳 全身的毛孔刷的一下 一颈一臂 高高凸起 青筋盘线 全身又成了青黑之色 一声声沉稳的呼吸声 从王超的口鼻之中传了出来 出拳呼气 收拳吸气 随着呼气吸气 出拳收拳 他的毛孔也一开一合的愈发剧烈 到最后 每一次呼吸张开毛孔 毛孔之中就好像烧开水一般 竟沸腾起水雾热气 如果这时旁边有人就会发现 此刻王超全身好像有细细的白雾在吞吐一般 那是汗液在肌肉心力的作用之下 直接化为水气 升腾起来的缘故 身体强壮的人 在大冬天猛烈的运动之后 头上的汗水蒸腾 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冒出白气 但是此刻王超却是全身毛孔都在挣腾 而他身体的运动却并不激烈 是属于慢悠悠的打拳架子 只是凭借着毛孔的开河 均匀的蒸腾出雾气 早年 明国时天津国术馆馆长薛颠的著作 《行义全法真事》中就曾描述过 从全身八万四千毛孔云雾腾起而为呼吸 乃精神之真正呼吸 非有真传难入其道 非有横行难达其境 这便是全术中的画迹 洞系入微 全身上下每一处毛孔 无一不控制自如 均匀运动 这便是一语不能加 迎宠不能弱的境地 王超两脚不动 一前一后站立 慢慢行进 一拳推出 以走追手 以肩追走 以身追肩 似动飞动 他的脸上白雾缭绕 从毛孔中细微的吐出来 全身上下热气蒸腾 周身就好像一个烧开了的大锅炉似的 但是皮肤上却看不到丝毫的汗意 等到了最后 他的姿势竟越来越慢 索然不动 站成了龙蛇合肌的 装法 刹那间 王超感觉到自己全身粗劲细劲 都连成了一片 内外筋骨 血脉都异常的敏感 每一口呼吸都能带动毛孔开河 闭着眼睛 王超用精神仔细的去感受身体的状况 很清晰的 便听到了血液 在血管中潺潺流动的声音 好似泉水一般 与此同时 他的心肺脾胃 大肠小肠等等 内脏器官 五脏六腑 似乎都很清晰的在脑中展现出来 王超稍微鼓了些小肤 顿时大小肠蠕动 如同牛蛙一般深沉的鸣叫 这指挥自己的肠子 居然和指挥手臂一样灵活 随后 王超又感觉了一下自己的心脏 凝神静气 一瞬间 心脏跳动的速度竟骤然间缓慢下来 就好像是一辆以120公里每小时的赛车 骤然间降到30公里每小时次的 控制身体内部的各个器官 竟非常灵活 在这一瞬间 王超就知道自己终于是突破了那一层窗户纸 踏入了武学拳法中的最上层的工 尽力入化 全身各处由内而外都能控制自如 这也是养生之道的最上层景气 如果不出意外就这么下去 在今后的日子里 只要是不暴饮暴食 不吸毒 不贪色 清静自然 那么轻轻松松 无病无灾的活个一百几十岁 是不成问题的 孤王今来 不知有多少和尚道士 为了求长生 炎炎异寿 整日吞气 吐气 锻炼内脏 最后又发明了各种拳法锻炼筋骨 为的就是这个目的 但是炼到这样境界的却是寥寥无几 王超自练功以来 五年的时间 日夜不待 日练月练 以筋骨皮毛的运动震荡骨髓 最后内外接引 怀抱千拱 在海底练功术运 臂气含气行功 终于突破重重障碍 将内脏勇气贯通 领悟内饰的奥秘 知道了身体的秘密 接近了花近的边缘 本来在新加坡 王超学完马踏飞燕仪式之后 就已经把暗进明进练到了全身 只剩下那最为难练的脸和下阴 但是回来之后 一直苦练 经过海底练功 又让暗流通刷全身 却还是没能够一步登天 迟迟不能进入花近 那是因为他的火候还不够圆满 一直卡在那里 就好像前面就蒙了层窗纸 只能隐隐约约看到外面的山栏 却不能看得清晰 看得真切 直到和永鹤拥抱打斗 在两个特工的枪口压力之下 王超耗尽全部力气 才将其擒拿杀死 其后静坐冥想 理清调理 又有了轻微的突破 但还是没能捅破那层窗纸 在接下来又与段国超比武 虽说是打死了对方 但是王超对段国超的功夫 也身为佩服 少林的武功是千百年来积累秘传的 的确有独到的东西 这让王超事后领悟很深 王超有个好习惯 就是每次打斗之后 都要把对方的经验 伸手 功夫的打法优劣 都仔细的回忆 然后由对方的打法来推断练法 最后再与自己的练法反复比较 从而得出经验 牢牢记在心中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王超才能在屡次的生死搏击之中成长 少林的鹰高铁不山 蛇鹤巴打 罗汉岸拳 龙虎爆鹤蛇五星拳 弹腿 铁汤的 都有独到的秘句 王超虽说仅仅凭借一时的打法 就推断出的练法有些粗浅 但和自己的东西相互印证 却能有融会贯通的奥妙 尤其是今天的搏斗 在场的人都是各门派密传的高手 深得武功精髓 王超的武功一入登峰造极 体力强悍 短短的几十分钟揪手 已经把在场所有人的全数 看了个两三分 尤其是宋安然的雄鹰和形 这乃是形意权中最为精妙的合集 出自于庄子的养生之道 雄精鸟身 这一句的精髓 对王超影响颇大 以前王超虽然也知道雄鹰和形的一些动作 毕竟他是形意权大师 只要听个名字就能知道个大概 但是作为合集之术 从打法到练法都有独到的特点和秘诀 不可能就凭借一个人的能力就演练出正确的步骤来 但是今天看了宋安然这位大师亲自出手 王超终于是感受到了雄精鸟身的意境 正如米服务练字三年都没有得到真髓 但是突然有一天看到王希之的字 一下便突飞猛进 成为书法大甲 权术到了上层 重要的不是动作 而是动作之中蕴含的神意 动作演练一千遍 没有神意那就不会长功夫 行意的三大杀招 龙蛇合击 马踏飞烟 雄鹰合行 其中前面两个都是战场上拼杀的无上杀招 是搏击格斗的巅峰动作 唯独这雄鹰合行 种的却是养生之刀 王超前面学的多是种搏杀 意境也偏向格斗 所以迟迟不能入化 就差了那么一层细微的功夫 今天突然间领悟到养生的真意 于是便水到渠成 雄鹰鸟身不是说那个动作 而是那个意境 并不是说王超看了一遍就能领悟雄鹰合行 而是领悟了那个意境 将雄的胖乎乎沉甸甸飞嘟嘟与鹰的矫健灵动的意境融合到悬术之中 正所谓得其行不如得其语 古人练武通过观察动物创造出的拳术 并不是一味的模仿动物的动作 而是模仿动物在一刹那的意境 如猴子跳跃时的轻盈 老虎扑时的凶猛 大雄走路时的沉稳 明白这一切之后 王超在心里长长的嘘了一口气 终于是踏出了关键的一步 进入了上层全数的殿堂啊 王超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岁了 如果再过个三五年 还不能进入化境 那以后将会越来越难 年纪大了 内脏越来越衰竭 这可不像武侠小说里面所说的那种功力越练越深厚 你想啊 就连太阳月亮都有从盛到衰的过程 更何况是人呢 年纪越大 武功进步就越不容易 年纪大了 甭说进步了 想保持在全盛时期巅峰状态 都已是艰难无比的事情 人在十五岁到二十五岁之间 是练武的黄金年纪 几乎所有的高手 都是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就已经有所成就 后面就是出名的过程了 王超现在就感觉到自己的下身皮肤和脸部的皮肤都变得敏感无比 和全身各出一模一样 而且眼力耳力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这种提升就好像是近视眼戴上了眼镜 耳背的老人戴上了助听器一般 虽说 虽说是功力得到提升 但王超在心中首先想到的竟是如何对抗火器 这武功入化之后 以他年轻力壮的体魄 就算是面对任何高手也有把握不受伤害 现在能对他造成威胁的只有火器 以前他能对付两三个持枪的特工 现在恐怕你就是四五个枪法高明的特工 也不见得应付不了 但是如果是面对程山明那样的人物 估计还是没什么把握 今天和他交手的一杆门派掌门高手 部队教管 打法其实都在段国超之下 比如陈天雷功夫虽说深厚 但如果格斗起来 肯定是会败在段国超手上的 所以王超一一把他们打趴下 也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不过他们若是一拥而上 不用八打一 就是四打一 三打一 王超都没有把握战胜 车轮战是车轮战 群殴是群殴 如果用枪 那就更不好说了 也许只需两个人就能解决掉的 毕竟高手用枪是很恐怖的事情 那天段国超是没用枪 如果用枪死的也许就是王超了 不过毕竟是在香港部队里面 一见面就出枪 那段国超事后肯定也是死定了的 缓缓地吐了口气 王超细细地感受着自己身体内部的内脏 血管 青筋 肌肉 韧带 关节 骨头 皮肤 毛孔 每一处身体 不管是内 还是外 王超都感觉到很清晰 很熟悉 熟悉到 看穿自己的身体 这才是养生的真谛 也是搏击的真谛 如果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熟悉 如何能强壮体魄 打倒敌人呢 叮铃铃铃 突然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 从床上传了过来 王超终于停下手 满心欢喜地接了电话 电话里面 传来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好小子 你这次可是大出了风头 听说你前天 打的北京的一群教官 高手 喘不过气来 连马华俊 都被你打断了一只手 伊满川那个教官 被你打晕了过去 还一打八 好厉害啊 我以前是尽量高估你 没想到 你居然高到这种程度啊 哦 原来是曹厅长 你这么快就知道我的事情了 真是快啊 王超一听声音 就知道是曹厉 突然觉得曹厉的话有点奇怪 什么前天 我不是今天早上 才打的架吗 突然 王超警醒了一下 连忙看了 看手机上的日期 果然 已经过去了足有两天 难道 我站庄 站了两天 王超皱了下眉头 算是明白了 刷地一下 拉开窗帘 光亮 一下便透射进来 原来他站庄时 清晰熟悉 调整自己的身体 器官 血管 的确是用了两个晚上 外加一个白天的时间 是从前天晚上到今天中午 整整四十多个小时 就这么不知不觉的过去了 第102集 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